从带着家庭主妇给原画上色的工作室 到更名为京都动画 减少外包 为自己制作动画 再到积累故事 成为新IP的发起者 金安妮一共用了28年的时间 2018年 Netflix收购永远的紫罗兰花园 这个由金安妮自己运营出的故事 标志其从包裔的原作粉碎机 正式成为平台认可的故事创作者 同样在这一年 一封邮件 从一座陌生的地址 发送到了金安妮的邮箱 你们剽窃了我的作品 等着付出生命的代价吧 日本是联合国公布的 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 所以金安妮的工作人员 并没有把这封信当回事 哪怕在这封邮件 复制粘贴连续发送上百次之后 那一年的京都动画大赏 因为没有故事记住来 所以没有举办 上一年只有一部作品获奖 就是接下来金安妮 想要制作成动画的 《20世纪电器目录》 《山天上子》在这一年 交出了粒子与青鸟 已经为金安妮工作了14年的她 正在跟公司交接手里的工作 想要换着地方施展自己的才华 众多续篇工作正在重备 大家在不忙的时候 还会去养成熟 对未来的业界新人传授经验 由于对发送邮件的人没有印象 金安妮也只好继续着自己的脚步 2019年7月14日星期日 东京祁育县 27岁的松本在家里看着游戏直播 楼上的住户新到的家具正在组装 隔壁104号则传来了他熟悉的敲墙声 那人身上的气味太糟糕了 饭馆绝对不会允许他进去的 松本回忆道 我因为他制造的噪音爆了六次警 每次之后他会安静一周 松本说的是104号的住户 清野真思 但这次知道噪音的是他们的楼上 清野过来暴躁敲松本的门 松本不然示弱地表示不是他的原因 清野抓起松本的衣服怒吼 你们都太烦人了 我要杀了你们所有人 本以为只是个人的虚张声势 但清野接着说 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他的眼神只有疯狂了 吓得回到父母家找新房子的松本 卢氏说 7月15日 清野真思做新战线去了京都 7月16日 他来到了京都宇治 也就是金阿尼工作室的所在地 7月17日 他在五金商店购买了一辆手推车 并在家邮站购买了十加轮汽油 分两桶放在手推车上 7月18日星期四 巴田英明从家里出发 前往金阿尼第一工作室 NHK电视台筹备东京奥运会项目里 有拍摄金阿尼员工工作的纪录片 金阿尼社长巴田先生准备去看一下进度 离老远 他看见一股不祥的黑烟 就好像有一股力量 把我从现实中抽离了出来 由于没有停车的地方 69岁的巴田索性下车 跑向黑烟的方向 我当时已经失去距离站了 大约跑了一公里后 消防人员阻拦了他的去路 巴田英明看见金阿尼的员工在街上乱窜 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邻里关系很好 京都与治又不像东京那样人员混杂 金阿尼第一工作室的大门经常开着 一楼到三楼唯一的木制楼梯 在那一天成了投往地狱的入口 纵火后的30秒几乎确定了人的生死 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副所长西野志明 无奈地指出了这个事实 第一工作室是金阿尼最主要的半中地点 相较于偏向业务商谈的本社 这里才是动画制作的圣地 一楼主要负责后期制作 二楼的画师们负责原画背景等工作 三楼是监督们头脑风暴的地方 梁工清阴冰果金吹 在还没有任何画面之前 那些概念都从这栋三层建筑里 从屋到有 而那一天 很多人因为一个疯子 从有到不会再有 此前公司的实际管理者是夫人巴天杨子 作为挂名的社长 巴天英明也不太和媒体打交道 我们的作品就是公司的声音 每年金阿尼都会做出好看的动画 观众们这十多年来也习惯了这样的节奏 记者们在那一天把金阿尼本社 第一工作室 以及巴天夫妇的家围得水泄不通 安慰伤者到下午六点的巴天英明 小心地将夫人送到附近的女儿家休息 他自己则失去感觉地在街上游荡 为什么会有人做这样的事情 巴天英明问自己 担心他的儿子最后在火灾现场附近找到了他 彼时的巴田先生独自坐在那里 满头大汗 目瞪口呆 我决定放弃思考这件事 因为这不是一个人会做出的事情 平日里抱在胸口的一捆文件 和经常查阅的绿色小笔记本 都不在这个老人手边 从小在福井县农场 陪着稻米长大的巴天英明 曾用儿时受到的教育管理公司 想种出好的稻米 你必须要整地 离地 施肥 播种 然后收获 京都动画 希望可以培养出 重视过程的 优秀的人 而今天 金阿尼最宝贵的第一工作室 36位重要的创作人 离世 33位成员轻重商 包括在2003年 作为金阿尼独立制作动画的 第一部作品 全金属狂潮的监督 五本康宏 我知道 自己笑起来有点奇怪 他曾这样评价自己 但看似粗犷的五本康宏 却用幸运星 梁农春日的忧郁 冰果 干城光辉游乐园 以及小林家的龙女仆 让全世界的动画迷们 和他一样 可爱地笑着 享受动画的乐趣 小五 请在那个世界 完成冰果的第二季吧 灰烬之中 五本康宏的同学 对他说着 47岁的他 留下父母 留下妻子与女儿 留下他给世界带来的欢笑与泪水 留下了未完成的龙女仆 我们失去了重要的领导者 我们所有人 都无法言表这份伤痛 东京工作的律师 统田大介 他与八田夫妇 相识于2010年 我不了解这对夫妇 但我会通过他们的作品 与他们联络 在得知那场纵火后 他放下了手里的工作 在没有通知八田夫妇的情况下 来到京都 我不是公司的成员 也不是制片人 没有大笔的资金 我能做的 就是保护好他们 我愿意变成伤口愈合时的家 八田养子 参与过战争的哥哥 将他带入动画制作的行业 和一群吵吵闹闹闹的学员纪朋友们 一点一点积累野心 一步一步实现梦想的 非传统意义上的大和女性 看到决心免费为京阿尼提供帮助的统田 终于失去了他早应该消失的坚强 倒在了律师的身边 虚弱地说 请帮帮我们 公司的项目与杨子的身体都需要暂停 八天英明指挥着灰烬中的善后 为了躲避记者 他不得不让员工们分头行动 为离开的同事送别 统田大界对记者和他们的电视台采访车说 如果各位愿意撤离到 不影响员工与周围居民的地方 京阿尼愿意定期与大家分享我们的真实情况 否则我们将会封锁所有消息 与之的街道终于恢复了往日部分的安静 我们不是上帝 没有办法让受害者的生活回到过去 或许钱是唯一可以弥补的东西 包括苹果CEO蒂姆·库克在内 全球知道这件事的人在发生之余 也都在积极地筹备善款 在多方与日本政界的沟通下 京阿尼成为了日本企业界历史上 政府第一个没有收捐赠税的公司 这也让京都动画可以多获得40%的钱款 这笔钱大部分都是各地粉丝的小额捐赠 所有捐赠者也都希望京阿尼 可以用这笔钱重新再来 我们希望这笔钱全部给离开的人的家属 和活下来的人的治疗 在2005年接受采访时说 创作者永远是第一位的八田夫妇 将所有的善款用于抚慰生者 而京阿尼则像40年前的自己那般 从头撰写自己的故事 有些母亲失去女儿 有些女儿失去母亲 父亲失去长子 公司重建需要人们团结 哪怕我们只剩下一个人 我们都会继续前进 我们从零再来 我们同舟共济 那天之后 我们重新检查了那一年K大赏的投稿 的确有他写的作品 但是各种意义上来说 我们制作的作品 都没有借鉴他的内容 八田夫妇将那一年所有的来稿 全部交给了警方 截至目前 警方也没有发布京阿尼 是否有抄袭亲爱真思作品的证据 同行业的人 更多是因为一些业界 值得尊敬的人离世 感到惊吓 统田律师总结他在东京 判斗的情况说道 对于许多重返岗位的人来说 重新将笔 放在纸上缓慢的作画 是唯一有意义的事情 紫洛兰的永恒花园人设 高赖亚贵子说道 只有在绘画时 我才能感觉到 自己和离开的同事们更近了 回到家 我整个人会陷入空白状态 那场灾难过后 选择离职的员工很少 截至到2022年4月 金阿尼的正式员工数量为188人 这个数字已经比事件发生时还高了 本想着东京奥运会结束 妻子与自己也将年过骨息 八天夫妇曾认真考虑退休 我们觉得还有很多人需要我们在这里 如果现在离开 我们俩一定会后悔的 尊重了夫人一辈子的八天英明 握着企划部部长八天阳子的手 我还想看金阿尼的作品 还有很多欢笑与泪水 期待着你与我分享 这是咔咔我的愿望 希望也是看到这里的 你的愿望 京都动画的故事正片部分 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 谢谢每一份三连支持 充电的话就更感激了 此前的K-O人物故事与冰果的人物传记 若是感兴趣的话 不妨点着关注追翻吧 下期也要记得回来见我哟 拜拜 字幕君们 婉筒